大家好, 中美爭霸, 出街的日子是4月26日 其實好像很快, 又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 我覺得令人恥懶的事情 就是斯里蘭卡的連環爆炸案 大家可以看一看維基的條目 雖然維基我們都知道了, 美國抵國控制了 但也說了基本事實 其實在斯里蘭卡的爆炸, 其實也挺恐怖的 現在至少死了359個人 受傷有500多人, 基本上是一個戰爭行為 你想一下, 如果有整個 可以說死傷去到359 現在暫時的數字 現在爆炸呢, 其實第一天 4月21日的復活節 爆了8場 有8個爆炸的 另外呢, 22、23、24日 另外有3場的爆炸的 那 overall來說呢 有11場的爆炸 那我不管你去詳細看 這個條目的內容, 你自己看吧 不過我聽下去, 我覺得是很... 很得人驚的 這個是一個戰爭的行為 而且不是一個普通國家可以承受到的恐怖襲擊 因為很多普通國家 你怎麼會整天去防呢 當然啦 當中裡面, 斯里蘭卡那個 那些警衛部門很鬆懈 窮國家 去信佛教 裡面都沒有什麼伊斯蘭教徒的 其實整個國家沒有什麼伊斯蘭教徒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的呢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攻擊他呢 有什麼也是陰謀論 但是我不想說這部分 我先停一停 那我講一講 上一次 那我呢 就做巴黎聖母院這個陰謀論 那可能呢 大家聽到聖母院陰謀論關我鬼事 那樣 那好像 那些view數不是很好 剛剛上六千 那樣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用心做的節目 不過我得不到你們的欣賞 我也沒有辦法 那但是呢 那不可以說的 有些網友欣賞我的 不過 真是數字上 真的不是說這麼多人去聽的 六千 對不對 但是我呢 其實呢 上次都仍然說漏話的 那我說呢 就我迫著在一個留言裡說 他說 蘇丹呢 將會在也門設軍 因為總統不好搞的嘛 總統被人家 逢了下台嘛 因為蘇丹 他是擺了 他擺了 他擺了軍隊做僱傭軍 就去了 這個也門 就幫沙地去打仗 去打那些什葉派嘛 如果長遠來說呢 那些什葉派就會在也門打贏 那沙地呢 將會被 什葉派南北夹攻 如果沙地怕死的話呢 就會轉用人民幣賣石油的了 喂 因為你不夠打了嘛 是不是啊 腳遠了嘛 是不是啊 這個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世界局勢來的 當然這些世界局勢 其實也都會跟 這個呢 可能這次呢 這個呢 斯里蘭卡 可能有關 這個可能有關 一會兒才美美道來 但是我要看世界局勢 給你們一個世界地圖 首先 蘇丹在這裏 在埃及的正南邊 尼洛河 沿京 是不是 那他沒有了南蘇丹 當然就是弱了很多 那個國家都不再是非洲最大的國家了 那但是你蘇丹 他無端端放些軍隊去 去野門 那其實就基本上是 他沒有需要參與的 不過 他參與了 他參與的原因就是沒有錢 替美國 替以色列做酒狗 美國以色列 撕走了去南蘇丹 他仍然這麼笨去做 基本上呢 他也是 那個總統 也都是 問這個 IMF借錢 有這條路 當中裏面 就突然間 由他早期向美國 英美 這些財團 強硬 突然間 就軟弱了 但是這個總統 下台了 的而且令到美國 少了一隊軍隊在野門那裡頂 頂那些什葉派 當那些什葉派 如果在這裏打贏的時候 其實這個情況 就好像 30年戰爭 即是 1640年左右 1640年的時候 西班牙 其實就 基本上 勢不是太差的 在那30年戰爭裏面 他在德國裏面 他有實力 在西班牙 他和葡萄牙是一個國家 那麼打打一下的時候 後來呢 法國就拆反了 葡萄牙脫離了西班牙 西班牙變成兩頭夾 慢慢就打輸了30年戰爭 那1648年可以說是西班牙的 世界霸權的終結來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我什麼 這個世界上 全球霸主來說 計算西半球 第一個就是西班牙了 西班牙是很強大的 甚至他那時候 那個查理五世 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 即是他 查爾斯 就是他的德國 英國叫法 叫做查爾斯 但其實在西班牙老 就沒有查爾斯的字 就叫做卡洛斯 卡洛斯 就 不管怎樣都好 是同一個皇帝 那 查理五世 曾經 他說他的帝國就是 入不落帝國 入不落帝國 不是英國先 是西班牙先 但是西班牙呢 為什麼會衰落呢 就是打輸30年戰爭 他輸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他和法國在握的時候 原來後面的葡萄牙被拆反 脫離了他重新獨立 西班牙最惡的時代 是1580年到1640年 這60年的時間 他吃了葡萄牙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遍滿了整個西半球 也可以說 葡萄牙也在整個印度洋 有很多據點 但是當然 西班牙未必這麼有能力 他經營的時候 他吞了葡萄牙的時候 荷蘭 慢慢逐步逐步去搶 但是的確 那60年的時間 是西班牙最頂峰的時候 1580到1640 但是他失去了葡萄牙 他兩邊夾 就打輸了30年戰爭 西班牙 就被法國和葡萄牙夾著 就算他有殖民地在 比利時、荷蘭也好 或者南面的意大利也好 但是始終都是 法國和新教徒合起來 他就打輸了 這個是當時的 17世紀的故事 但是現在來說 又可以這麼說 沙地的形勢 就好像那時候的30年戰爭 那你葉門一失去了 就是你蘇丹換了總統 那當然是軍隊要吵 軍隊要不肯打這場無謂仗 那就會撤軍 對不對 如果他們撤軍 帶來的結果 就是 沙地的軍隊很有趣 沙地 他派出去的阿哈比主義 那些瘋子 就很兇狡 但是呢 在這裏幫沙地 打仗那些軍隊 就不知怎麽特別差 大家都相信阿哈比教 其實呢 可以說一句 沙地裡面 阿哈比那些政府 養的軍隊是特別差 即是他呢 其實有什麽好裝備都好 見到也門那個胡塞武裝 是逢打必輸 好奇怪 但是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世界局勢 沙地一輸了 也門內戰 即是由2015年打起 打到現在 那一輸呢 基本上沙地的形勢 就是被什葉派包圍 南北包圍著 那他的形勢 是會變成 美國在中東呢 就沒有辦法再擴張下去了 另外利比亞 我說過了 即是利比亞呢 的泥玻璃附近呢 就是那個小小的所謂正統政府 那這個政府是由英美去支持 但是大部分 八九成的領土呢 就被那個呢 將軍叫做哈佛塔 你要記住這個名字 哈佛塔 我上次講得不清楚 哈佛塔呢 他背後有中俄 法國的背景呢 希望他們盡快統一 那法國當然想快點統一啦 大佬 如果你還打仗的話呢 利比亞的難民呢 就會跑去意大利啊 法國啊西班牙 那就煩到要跳樓了 所以呢 歐洲呢 都是想他們不理了 理你什麼民主還是自由啊 你哈佛塔是獨裁都沒有所謂啦 盡快統一了利比亞 那呢就完了了 你不要讓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伊斯蘭國在那裡走來走去啦 那如果 伊斯蘭國在利比亞的陣地 就因為哈佛塔呢 差不多統一了利比亞啦 但是現在還沒打完的 如果統一到呢 可以說一句呢 開始內戰會完結啦 那些伊斯蘭國的陣地就失去啦 他們以色列 想崩水 經埃及傳過去利比亞 走進西非 搞這搞路啊 那時候有個博科勝地 在尼日利亞這些附近 在那裡搞事啦 這些 現在利比亞一斷了 蘇丹這些呢 全部不再親美啦 那他們呢 伊斯蘭國的補給呢 就會是斷了的啦 沒有辦法去撐博科勝地 在這些尼日 這個叫尼日爾啦 我們 我們常用的翻譯 這個是用台灣翻譯來的 尼日利亞 尼日爾這些呢 在那裡搞事的博科勝地呢 這些是神服 這個伊斯蘭國的呢 就會收皮的 基本上在非洲局勢裡面呢 是十分之差的 在阿富汗呢 其實基本上呢 也都可以說 中國的勢力呢 和巴基斯坦呢 都封鬼住了 那美軍呢 靠巴基斯坦 他 敬巴基斯坦裡面 支援在那裡的美軍啦 但是呢 也都沒有辦法呢 他們所勾結的伊斯蘭國呢 也都做不起 根本就被包圍 那可以說 整個 中亞 中東 或者是北非 美國和伊斯蘭國的勢力呢 是走弱的 這個是很明顯的 也都可以說 中國在這些 中國和俄羅斯的勢力 美國一躍一分的時候 就代表中俄的勢力呢 強一分 清楚嗎 是很清楚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就是他們那個 美國那個共鋼 當然是靠 沙地亞一八 但是現在連沙地亞一八都開始 就會有問題 而歐洲呢 是會轉好的 因為 敘利亞內戰比較靜直了一些 利比亞內戰都好像快要 都將會打完 那是不是歐洲再沒有難民 那整個歐洲都變好了 對不對 這個形勢是這樣 但是最近呢 你會收到很多的 訊息 譬如說歐洲 譬如說德國的 很多的指數很差的 所以呢 就有很大的通縮壓力 但是這個呢 是說現在的 for future來說呢 很明顯歐洲是會轉好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炒股票的角度 這個moment 利比亞內戰還沒打完 那當然知道將來會變好的 現在當然是按下歐洲 比美金升高一點 這個是短時間 你看到的事情 但是你比較長遠一點 2020、2021 歐洲一定是轉好的 沒辦法了 因為 中東和非洲的戰爭 看來是逐步是熄滅的 那 戰爭熄滅 對美國是不利的 明白嗎 因為 你代表了 如果中東和北非沒有戰爭 那些資金就不會覺得有地區有不安 那歐洲的資金就不會走到美國了 對不對 明白嗎 那些邏輯 那就要繼續搞亂它 我會告訴你 現在一路一帶來講 可以說 斯里拿卡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基本上 中國想突破馬六甲的關口 當然 就在南海插旗 南海插旗 美國在2016年派一些軍艦走 走去南海也不敢開拖 中國繼續中島 即是說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結果是什麼 就是中國站穩在南海 2016年 令到 菲律賓的新總統 杜特爾特 開始傾向中國 起碼現在他不會明確地說 我做中國隻狗 但至少菲律賓出現了一些伊斯蘭國那些 在綿南老島那些 在中國幫助之下 打死了 現在局勢來說 基本上 中國是站穩在南海 對新加坡當然就是 從壓制的方向去發展 新加坡就不敢那麼親美 現在的形勢上 中國突破馬六甲來說 在緬甸那邊 雖然比較有戰爭 但是飄繳港那些還在走 中緬鐵路那些 我還在聽說 正在興建 中緬鐵路 就是說 中國段 由昆明 興建過去 木者 這個地方 這些 還沒有興建 但是 逐步興建 因為有些 比較難興建的隧道 叫大柱山隧道 都很難興建 現在中國正在突破 如果你去到台灣 有一個很出名的隧道 建了十年 就在宜蘭 這條宜蘭的隧道 很難建 台灣也建了十年 類似的情況 在雲南又發生了 所以中國也要用很多時間慢慢建 緬甸裡面有很多分分碎碎的組織也好 但是基本上 政府均衡中國 基本上都可以押得住 押得住 基本上 馬六甲的情況 是應該 困局 是可以解到的了 那麼 南海 經新加坡 或者是 黃京港 因為 吉隆坡下面 馬六甲 有個黃京港 正在建 然後 經過斯里蘭卡 可以直去非洲 或者是去中東 所以斯里蘭卡 是一路一帶 很重要的 香港來的 比如說 哥倫波首都之外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 叫做 漢班托塔 漢班托塔 就租了給中國99年 也是一個良好的港口 中國也聲稱 這是純的香港 不是軍事港口 但是 印度怎樣不喜歡 美國怎樣不喜歡 也好 中國就在這裡 投資了幾百億 準備慢慢 去開工業園 在 漢班托塔 搞的了 那麼 除了 首都之外 中國是有很多很多 投資 在斯里蘭卡 這個 你要說回情況 的確是這樣 我們要理解 斯里蘭卡 他根本沒有回教徒 是佛教徒佔主導的國家 他主要 85%的人口 是佛教徒 另外有15%的人 就是信印度教的 泰米爾人 他們有個內戰 打了幾十年 叫泰米爾之府 但是泰米爾之府 都停了不打 因為印度政府 都不能夠支持泰米爾之府 因為泰米爾之府做大了 就會令到 印度境內的泰米爾人想獨立 泰米爾人 基本上 和北面的 講印地語的印度人 是不同的 大家的膚色 都不同的 印度就是很忌忌 泰米爾做大了 所以印度沒有支持 泰米爾人 在斯里蘭卡 是作亂的 所以 斯里蘭卡 現在可以說是幾乎世無爭 只是想賺錢 就瘋了中國 但是瘋了中國 就遇到 伊斯蘭國對他的 軍事的衝擊 這個我可以直接說 因為這個肯定是美國國家行為 現在是咬死了 沒有辦法 你無端端沒有 沒有迫害你回教徒 你做什麼 你無端端 你無端端引惑一些 在斯里蘭卡 在一個窮國家 裡面有一些少量幾百分的伊斯蘭教徒 他們傻傻傻傻 有人信了他們這些邪教 阿赫比邪教 然後有自殺式攻擊 天堂有七十個處女 然後至少有六 現在有這十一單的爆炸裡面 後可幾單就不是很嚴重 但是同一天那八單是很嚴重 至少有六單是自殺式攻擊 就是為什麼呢 你這麼大規模 你知斯蘭國真的這麼威猛嗎 又說打到他脫皮脫骨 為什麼會這麼好打呢 我先說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會繼續罵 好